今天我們來到大圍攀山攝水 又爬樓梯又走斜路 為了就是試這間超過50年歷史的印尼餐廳 沙田一 這裡也是周潤發阿郎的故事 和張亞家喝珍多冰的地方 音樂 水旺旺的黑暗靜 笑太多親事 你面容相的改變 腦裡未疑淺 輕飄飄的故事 潮潮的飛逝 有沒有照舊的? 一杯珍多冰兩支級 兩杯珍多冰 然後一半雞一半牛 還有一個加多加多 謝謝 老闆很認真 這個完全就是阿郎的故事 阿郎叫的那一石一樣 不過超過預算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我先看看 作為印尼沙律 它的沙爹是很惹味的 但是 吃不出它有那種花生醬的味 如果它作為頭盤沙律 花生醬的味道是很重要的 所有的蔬菜 拖水拖得不夠乾 所以它整碟是濕的 你猜一下這個幾錢 這個加多加多是70元 這裏我們點了雞和牛 這裏不是半打或一打 它是5吋半分 10吋一分 我們先試這個雞 等我試一下牛 跟剛才的加多加多有一個同樣的問題 它的沙爹醬是很香 很惹味的 但是我完全吃不到它的雞尾和牛 如果你閉上眼睛 你餵我吃 我是完全不知道我吃什麼肉 很硬 聽說眼睛 但是它有一件事好的 就是 它從開副到現在 它吃全燒都會有個爐 一直看著 整件事會有風味 很有感覺 很有風味 剛才我們兩個人吃了341元 可能因為有法國的加持 我本身對這間餐廳 是有些少期望的 但結果就是 環境未如理想 食材也不太適合我的口味 如果你說要走一段路 上來專程去吃的話 那我就未必會了 走 走吧